已知的实相2 第25节 超感官知觉这个词本身就是这种人为的二元化的结果 它维持一贯的主张 认为任何不能通过外在感官感知到的事物都是额外的 附加的 可以这么说 但是亲爱的朋友们 这一切都会过去的 首先连鲁伯都知道 你们最务实的科学家现在也不得不承认 固体物体并非固体 而这一事实的有趣侧重点就是 你们忠实的 久经考验的 所谓可靠的外在感官 实际上是可爱的骗子 因为眼睛把椅子看成是坚固的 但椅子根本就不是坚固的 因此 外在的感官是最讨人喜欢的那种捏造者 当你发现你的感官告诉你的一切 基本上都是虚假的 你会怎么做 你会停止在一个由物质物体组成的物质世界中运作吗 我非常怀疑 另一方面 你的内在感官要可靠得多 你的内在资讯也可靠得多 你的心理经验是真实有效的 无论椅子是否坚固 而你所否认的内在资讯和内在自己是更持久的 我亲爱的约瑟 我在跟你说话就是证明 我们把超越外在感官的内在感知称为超能力 这样的定义让人们误以为那些能力不属于自己 或需要某种机缘巧合才能开启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真实地拥有它们 直到因为我们被教会的不再信赖自己 而逐渐地封印了自己的内在感官 并开始全然地信任外在伪装层 和这个伪装层中发展出来的各种理论 如果告诉你两只猫都是像素 你相信吗 高清不代表真实 可碰触又稳定 也不过是感官的游戏而已 我笑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 这种二元性是如此的人为 你们的科学家们居然没有偶然发现 它背后的错误假设 你们乐于称之为潜意识的东西 仅仅代表了内在感官或者说内在自我的一部分 连你们的社会都无法再忽视 而这的确只是表面 在这里你当然会发现个人记忆的储存库 而且还不局限于个人自我有意识的那些记忆 还包括了自我本身恨不得忘却的那些心理体验的记忆 如果我们一定要谈层次 以你的分裂倾向而言 我想我也非说不可 在这之下 有物种的种族记忆 而包含在内的是所有的演化资讯 我们现在先不谈这个 因为一旦谈到如何和为什么之类事 就真的很难解释了 演化其实于你们的层面 潜意识是我们所说的两个场域之间的 另一个链接或连接点 同样当它进入你们层面时 它就具有了你们层面的特征 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在最外层的部分 发现个人记忆 但潜意识也会延伸到存有本身 显意识犹如你影评上 现在正在观看的内容 而潜意识就好比是你的网络功能 无意识就是网络内的各种内容 你不查阅它们的时候 无法意识到它们的存在 而搜索让无意识内的内容 显化入你可见的意识层 你的内在屏幕上 让你可以意识到它的存在 并进行阅读或编写 使用这网络的不光是你 还有你的其他兄弟 父母 老师和所有的人们 我们的科学家只盯着屏幕上 显化出来的结果看 却没有能力去研究 无线网传过来的数据 与上传上去的信息 因为这些往来的信息 已经超越了本层面的伪装频率 是我们这个伪装层里的机器 无法探测到的 因为我们可用的有形之物 都受限于本层的物理频率 而非本层频率的 被叫做暗物质与暗能量 我建议你休息一下 11点10分休息 我们休息时把录音机关了 11点15 针又打开录音机 继续传输 如果你关闭了你的心智 拒绝看一整棵树 没有什么能让你相信 你没看到的那部分树是存在的 如果这样一棵树落在你身上 你可能会想知道它的重量 虽然你会找到一些解释 但不会是正确的解释 如果一些少数人 开始对树的形状表示怀疑 而有些人因此开始看到整棵树 你肯定会说它们疯了 完全无所谓 并觉得自己有理 但如果这些看到整棵树的人当中 有人开始吃这棵树另一边的果实 你会大发雷霆 我确信你们会把这些果实 成为额外的好处 或超感官的感知 这只是我自己的一个小故事 但我很高兴看到约瑟的笑容 可爱 树本身在某些方面 比人更有智慧 我们之前谈过树的内在意识 但树不会 你一定要相信我的话 树不会认为自己处于分裂状态 一棵树不会把自己分成长叶子和生根的自己 以及一个被风吹过树枝就自动晃动的自己 这种双重的自己 据我所知 在其他地方是不存在的 我们稍后会再讨论这种双重性的一些原因 今晚的讨论很重要 因为我第一次真正尝试向你们展示内在和外在层面 或场域是如何连接的 在本节的早些时候 我们用水池中的角做过比喻 我们能看到的 能感受到的 只是一个宏大自我的一个支刹 因为它深入了我们的这个层面 但这在夜空里自己舞动的荧光手套里 确实是有一个我们不可见的手 以及其后的手臂和躯干头脑 证明给我看的实证科学的认知方式 看似很科学 其实很白痴 因为其认知的自现性 让它看不到96%的宇宙实相 就在自己的眼前 当人类睁开双眼四处找寻视 他们已经离开了真相 走得越远 错得越离谱 因为真相就藏在眼皮的后边 你出发的地方 他们是场域内的场域 在我们讨论第五维度的时候 我提到了宇宙的生命力 如何在不同的层面中变化 而它实际上同时构成了各个层面 所谓的整体自己和存有 也是以这种方式连接在一起的 在这个例子里 有许多不同的模式连接在一起 内在感官与存有本身 都是由同样的元素所组成的 我们眼中一座完整的大山 其实是由这样层层叠叠 不同密度 不同频率 不同质力的粒子 堆积而成的 它们每一次都有着 自己独立的属性与实相 但又都归属于一体 构成一个宏观的整体 如果去化验 每一层内的物质都不尽相同 但其实都是由相同的粒子 以不同的组合形式 化生出来的 细分到最后 本质上毫无差距 因此 这些层面以一种非常真实的方式相遇 它们基本上是彼此的一部分 然而由于某些非常真实的法则 它们似乎会处于不同的境地 所以在你的层面上的外观 似乎经常是对立的 当前人格不能遨游于完整的存有 同样是因为这些非常真实的法则 也就是说 当陷入你们层面的场域中 或受其影响时 人格就不能行进到存有 人格能够并应该意识到 自己是整体自己的一部分 而被自我所忽略的 整体自己的那部分 是可以进入存有影响场域的那部分 虽然它不能行进到存有本身 你无法把自己的手指插入自己的脑子 但这不意味着手指与自己的脑子 彼此是分离的 你无法把自己的心捧给自己的爱人 但那不意味着你没有一颗深爱着他的心 不能证明就是荒谬 拥有这样认知的人是很肤浅的唯物主义者 当然唯心主义也是一种偏激 意识与意识体或内在世界 哪怕思想本身都是不同频率场域内的真实 就像泥土里的树根 并不比树干虚假一样 我一直在避免触及有关死亡的事件 就是在你们层面上所了解的死亡 然而我现在要开始讨论 虽然我们今天晚上不会有什么进展 我先前没有谈及它 是因为我想先给你们相关领域的资料 死亡是人格从物质层面的解放 或者我们会用物质场域这个词 仅此而已 对于自我而言 这是一个可怕的未来前景 对自我来说 连睡觉都好像是一见耳光 在肉体生活中能认识到整体自己 将大大的减少对死亡的恐惧 因为有些相当愉快的心理经验 它类似于死亡的经验 这将使人格为这种可能发生的情况 做好准备 是我们所谈过的二元性意识 使得死亡显得如此可怕 一旦人格意识到 即使在你们层面的生命中 它也并不总是被物质资讯所束缚 即使在肉体生命中 它最真实的部分也是以个人的方式 独立于身体事物之外的 那么它就不会把死亡当成是个人的终结而害怕 对于人格来说 死亡就好像从舞台上走下 就好像是把脚从水池中抬起 把手从手套里退出 我们理解的死亡 就是我们无法再和这个人取得交流了 但真相并非如此 死亡并不能阻断这样的交流 只是多数人因为自己的信念问题 教育问题 让自己无法与退出前台伪装层的人格 继续保持交流 这不是退场人的问题 只是我们这些场上人的问题 不是他们不与我们交流 而是我们都生活在飞行模式里 根本接受不到来电 多少次我看着那些所谓过世了的人 就站在自己家属的队列里 一同看着那副遗体 试图安慰与告诉自己的家人 自己现在很好 不再有痛苦 也不再被疼痛折磨 可是家人却根本不给他 意识传输的机会 自顾自地在那里鬼哭狼嚎 歇斯底里 逝者一次次地在其身边或梦中 与其互动 而家人只觉得自己是思念过度的幻觉 这些逝者还是很重情义的 但是他们的情感穿透不了家属混乱的 激荡的情绪 说实话 多数老灵魂死后 从角色中挣脱出来 都懒得继续演绎安慰家属的戏份 就好像你晨起梦醒后 会想着赶紧闭上眼睛 把梦里的人物们都一一安抚一遍 跟他们说 别伤心 别哭泣 我就是早上憋尿早醒了会儿 我要忙着去洗漱 准备早点 上班送孩子了 会吗 我想多数人不会这样做的 心目后的老灵魂同样如此 他们都死习惯了 梦醒了就麻利地去干自己的事了 真的懒得搭理梦里的其他角色 不管你是他六十年的结发妻子 还是孝子贤孙 不过都是梦里的一种角色而已 像往常一样 可以继续说下去 你们对我都很有耐心 连那个紧张的老鸽子也不例外 如果我在某些课程上相当没有人情味 那只是因为我有太多的资料要给你们 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们 记住你们的友好和善意 以及你们的人性的局限性 我将很遗憾地结束这次课程 在显灵版上 我们说晚安 只真在动 再见 是的 然后真说到 瞌睡虫 11点42结束 1964年2月14日星期五 关于我的第二个感觉情节 第一次记录在第22节当中 晚上9点15左右 我在客厅里和真谈论他关于超感官知觉的书 他一直在采访公寓里的人 关于他们的超感官知觉经验 我起身向客厅的窗外看去 想再次尝试一下穿越核桃街桥的精神体验 像上次一样再感觉一次 当我看向窗外时 我的感觉开始增强 开始主要是左腿和左臂 然后蔓延到胸部和头部 我感觉很轻 耳朵后部有一些感觉 这就像一种内部的刺痛和刺激 一种丰富的弥漫感 塞斯称之为声音的感觉 与上次不同的是 我没有害怕 我举起手不说话 真也不说话了 我们静静地等待着 看看会有什么发展 我一直看着窗外 我希望这种感觉能发展成声音或图像之类的东西 但什么也没有出现 然而 我觉得至少这次我没有关上任何一扇 我可能已经不知不觉打开的门 感觉过去了 我们又恢复了谈话 然而 它仍在徘徊 当我坐在这里写作的时候 我感觉到它在一点一点地消失 但仍有一丝丝在我的背部 脸颊和身躯内 也许它稍后会再回来 这次和上次有两个相似之处 虽然不像上次那样有其他人在场 但今晚我和珍在讨论别人 我也像以前一样喝着酒 又是我的第一小杯 1964年2月17日 凯拉汉小姐病了 显然今天早上 我在自动催眠方面取得了第一次小小的成功 我想在今天晚上的课程上问一下赛斯 因为今天是星期一 今天上午11点左右 我的背部开始不舒服 于是我坐在工作室的椅子上 闭上眼睛 开始使用针在我们之前的课程中 对我使用的引导技术 它似乎是起作用 我很容易让自己进入某种恍惚状态 同时我也给了我有意的暗示等 主要目的是放松 以减少我可以感觉到的 背部那逐渐增强的紧绷 工作室里相当安静 虽然我能听到真的打字声 但透过紧闭的门 声音很低沉 也相当稳定 房子里的其他地方也很安静 我用的是分段技术 从脚开始 一直到头 然后再从身体往下 再到脚 我一开始就闭着眼睛 但在中途 我感觉睁不开眼睛 至少是不太容易睁开 依据针帮我催眠时的建议 进展中 我开始觉得非常松弛 头部转动等 出于一些奇怪的原因 我对我头皮的肌肉 有更大的控制力 感觉好像比平时更容易移动 幅度也更大 我还告诉自己 数到三 我随时可以让自己脱离这个状态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我感到非常放松 几乎像橡皮一样 这种轻松的感觉 明显地持续了几个小时 今天下午的工作非常愉快 我忘记了我的背部问题 当我自己处于这种状态时 我试着给自己提出一个积极正面的暗示 但没有想到要植入一个关键词 以方便下一次的出神 原定于1964年2月17日星期一举行的第26节课 未能举行 原因有两个 这是我们第二次错过课程 第一次是在圣诞假期 这一次 塞斯的反应更强烈 整个星期一我都感觉不舒服 我的背很难受 工作也很困难 到了晚饭时间 我已经精疲力尽了 我真的不想记录15到20页的塞斯口述资料 却又担心会漏掉一些资料 晚饭后 住在我们楼前面公寓的退休教师 卡拉汉小姐 显然什么病发作了 急需帮助 对面的邻居首先通知了我们 真去看卡拉汉小姐 她应门有困难 记忆力下降 状态确实不好 她还摔了好几跤 显然没有吃东西 卡拉汉小姐是真与罗的朋友 是门对门的邻居 她就是老糊涂弗兰克暗恋 与一直在死后悄悄守护着的那个女人 卡拉汉小姐对弗兰克没有任何印象 但曾经是弗兰克孩子的小学老师 很多年前的一次家长会上 被某一本弗兰克关注到 从此暗恋多年不能自拔 今后我们会陆续看到这位卡拉汉小姐的很多故事 说她是小姐因为是单身独居 可是她已经是退休的老教师了 随后的几个小时非常混乱 对我来说很困扰 正好我们的邻居伦纳德雅德 试图联系卡拉汉小姐的医生 她的亲戚 她的朋友 我们的女房东和一所医院 亲戚们起初拒绝帮忙 似乎是怕卡拉汉小姐这个人 期间还发生了一些沟通上的混乱 卡拉汉小姐的医生在医院的急诊室等她 而卡拉汉小姐则留在家里 期间真多次给她的亲戚们打电话 恳求他们帮忙等等 最后 朕和伦纳德得到了另一位医生的帮助 医生在午夜时分赶到 并表示卡拉汉小姐应该住医院 午夜过后 亲戚们终于出现了 并在真的帮助下将卡拉汉小姐送到了医院 随着正常上课时间的到来又过去 朕开始从塞斯那里得到一点一点的资料 与此同时 我的感觉也更糟糕了 我一直没有帮助朕 我感到很内疚 对亲戚们也很生气 终于在10点45分左右 当珍在工作室和我说话的时候 我的后背严重抽筋 站都站不稳 从卡拉汉小姐家进出我们的公寓时 珍曾告诉我 她从塞斯那里得到的一些想法 由于我现在没有条件配合 她把它们写了下来 下一页就是这些内容 是准确的记录 约瑟 如果你尊重自己 为什么不能也爱自己呢 你从9点钟开始就不是孤单一人了 我想要帮忙 但你不让我透进来 我的声音是冷静的 你想帮忙却不敢动 如果你今晚帮了忙 你就不会觉得有必要把情绪向内转 以一种自我毁灭的方式来对付自己 在我抽筋发作后 珍收到了上面这段话 夜晚的某个时候 当一切都很安静时 珍醒来 又收到了塞斯的另一条信息 塞斯告诉我 珍 我对罗说 你可真是帮了大忙 是不对的 因为在这句话之后 她就立刻发病了 在卡拉汉小姐发生意外的 这个慌乱的夜晚 罗的背部僵痛 发展成了强烈的痙磷 背部肌肉的卵紧 让罗扭曲而疼痛 这一病态发病时 塞斯想要帮助罗 从内部疏导与化解开能量的扭曲 但罗的逻辑意识壁垒 让塞斯无法介入他的以太体 做任何工作 而罗之所以发病 是因为他也渴望 为卡拉汉小姐做些什么 可是他一贯的胆怯与退缩 导致他没有真的 去做出自己渴望做的 任何实质的帮助 这样内在意识的热忱 与外在角色我的退却 形成了相互强烈激荡的 能量漩涡 导致以太体的扭曲 进而发展到载具的 物理痙磷和肌肉扭曲 一个没心没肺 真的冷漠的家伙 表里如一的 无视别人的苦难 不会有内疚或困惑 不会有疾病或不安 一个热心肠的 主动勇于帮忙的人 也因为跟随内在热忱 而表达出了充分的行动力 而得到了能量的宣泄 虽然累点 但一切都是顺畅的 就怕这样 心里想干 角色我不配合 或心里不想干 角色我又非要干的人 那从心眼里的拧巴 让整个身体都处于别扭的状态里 后背是一个人顶覆压力的部位 给自己的压力持续过大 会引发肩静僵硬 匮乏灵活性的人 脖子慢慢地不能转动 僵直 不愿和长辈和解的人 脖子会僵直 不能低头 也无法抬头 心里有芥蒂的人 肩膀痛 无法打开双臂拥抱别人 持续觉得压力大的人 会慢慢地变得驼背 扛不住事的人 后背会持续紧绷 有点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